民進黨今天是公布第二波的 性評案件調查結果 而青年部的前主任蔡穆林 還有陳信黨工 那麼涉嫌性騷擾跟霸凌 這個內容屬實 而且情節嚴重 黨務主管也再度鞠躬道歉 現在民進黨也公布 五項強化性騷擾防治的改革措施 包括擴大適用範圍跟保護對象 持續加強主管跟黨工的性評教育等 希望讓民進黨成為性別友善的職場環境 再度鞠躬道歉 民進黨公布第二波性評案的調查結果 其中陳信前黨工涉嫌性騷霸凌 經過多名的證人訪談之後 內容屬實 而且情節嚴重 當時負責的青年部前主任蔡穆林 也涉及長期極度不恰當的言語 造成同仁身心受創嚴重 也是事實 造成我們年輕的黨工 年輕的夥伴 志工 對於民進黨內感到失望 對於政治工作失去熱情 我們應該集體檢討 自我批判 審慎面對自己的錯誤 不過蔡穆林日前寫給中央黨部一封親筆信 只受害黨工曲解她的善意還有辭意 還爆料女黨工有很多的脫序行為 希望勿網勿縱 對此黨部駁斥表示跟事實不符 要求不要再對被害人二度傷害 也將蔡穆林送交評委會 對此民進黨也公布五項強化性騷擾防治的改革措施 包括擴大試用範圍跟保護對象 強化既有的申訴處理機制 增加外部申訴管道 追蹤輔導跟預防再犯 持續加強主管跟黨工的信憑教育 黨主席賴清德也希望建立信憑的友善職場 民進黨啟動檢討 不過被點名合作民主大聯盟再戰立委的陳柏惟 現在被指控以不當的言語性騷擾女志工 他15號道歉表示 至於民進黨臺東縣立委參選賴昆臣也被爆料過去歧視孕婦員工 他發出三點聲明駁斥 也表態將相關資料送交黨中央主動啟動調查 對此新評部表示調查後會將結果交給提名對策小組 做進一步的決定 記者含義吳嘉寶臺北報導